當在街頭運動的時候呢 其實柳林醫師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力求高度的自治 就剛剛從你的談話裡面 有沒有看得出來 你其實是一個 看起來是比較溫和的人 用語其實也不那麼尖銳的人 但是你在街頭運動的時候 就有時候會被人家說 你太歌派了 就相對於鷹派而言 然後你又要如何去控制 那個群眾 不會 比方講 有人就是要刻意混進來 製造一些混亂 這是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怎麼做呢 我覺得其實沒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即使你想要去怎麼樣 去掌控群眾 群眾都不可能 被掌控 被你所掌控 是 那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不覺得自己 是什麼歌派 也不覺得自己是什麼鷹派 就是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我們做什麼洪眾丘案子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非常的和平理性 但是三一八的時候 大家也是衝進去立法院 那這樣什麼叫做鷹 什麼叫歌呢 難道你一直衝 就是要歌嗎 鷹嗎 如果我一直衝就會成功 那我可能真的就會一直衝 可是你總不能衝完立法院之後 然後再去衝總統府 再去衝 到處衝 然後我們運動訴求都達成了嗎 並不會嘛 所以我們就運動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你透過運動這件事情 喚醒更多人注意 而且跟更多人對話 讓更多人理解你的認同 認同你 理解你 然後進而去 達成你的 找到更多的同志來達成訴求 這才是一場受運動 真正要做的事情 所以只要能夠做完這件事情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都ok 可是這件事情是動態的 隨時都有不同的節奏 是 可是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其實大家都在說 什麼婉軍的力量 小草的力量 你的感受是什麼 也就是說失利的政治人物 他們開始反思了 他們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多學學 所謂這個婉軍 婉軍 小草 他們的語言 可是實際上卻又一直貼近不了 你覺得那個問題 是真正出在哪裡呢 出在於他並沒有 真正的去理解 而且跟年輕人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媽媽突然 跟你講了一個 年輕世代語言 你會覺得媽媽 就變年輕人了嗎 應該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應該怎麼樣 他要做的事情 應該是真正的 跟年輕人生活在一起 去理解年輕人 那其實國民黨 很大的狀況是 我們沒有看到 什麼年輕世代代代表 所以像這次國民黨六都可能會慘敗 可能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六都提出來候選人 幾乎都是官二代 服二代 都是都是這樣子 有是政治的釋迦 這樣子的概念 那年輕人 年輕人 真的一個有心的年輕人 真的進得了國民黨 而且在那邊做得了 什麼事情嗎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 沒有什麼很直接的機會嘛 當然民進黨 可能也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相對來說 好像沒有這麼的嚴重 那所以我覺得最最大的機會是 政黨應該要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然後另外是他要真正能夠傾聽 年輕人的聲音 然後年輕人的聲音 要真正的能夠去影響決策 所謂叫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呢 事實上我們不講特定政黨或特定抹人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說打破 那個世代的鴻溝 就像你剛才講說 媽媽們也很希望能夠講講 兒子的語言 拉近那樣子一個世代的距離 可是你剛才說的傾聽年輕人的聲音 這具體到底該怎麼做 不要是上對下的感覺 不要是說來了 我知道了 我聽到你的聲音了 像這樣的方式 都大概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而是拿掉自己 好像是長輩 上對下那樣的姿態 事實上 這個年代長大的孩子 他們其實都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已經不是父權式的教育 是教學相長的 我們會去問老師說 你這樣講可能不對 可以挑戰的 我們是可以挑戰權威的 那我們是在挑戰權威的 這樣的模式下長大的孩子 他怎麼可能在政治上或生活上 再去接受權威呢 所以所以應該要拿掉這件事情 是最根本的 拿掉那個長輩的姿態 拿掉長輩的姿態 家父長式那種姿態 是否則的話 年輕人現在也已經感受到 然後再一波一波的 這種肩頭運動之後 知道我們要去關心 我們要去付出 我們才能夠對我們的這個社會更好 那這些街頭運動 其實在這個爭取的過程當中 他會不斷地產生 不斷地出現 有沒有可能有那個社會運動停止的一天 我覺得社會運動是不可能停止的一天的 只要人類有社會制度 就會就會有壓迫 尤其要有覺醒 就會有壓迫 那那這是一件好事情 這代表這個是 所有的社會運動 都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我們不管是從像美國的歷史進展 廢掉黑奴啊 女性的投票權啊 都是透過一波又一波的 不一定是和平理性 有些是流血 甚至是戰爭 單身社會運動 但是是不是 我們整個從一兩百年文明的進程來看 我們還是在往更更有人權 然後更理性的那樣子一個文明社會去發展的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社會運動繼續蓬勃發展 我相信一個好的社會不是一個穩定和諧的像中國他們說我們要做和諧社會 可是事實上他花非常多的錢在維穩 維穩的錢比軍費還高 那就是大家要同一個聲音 對那是不對的 那事實上真正應該是百花齊放 我講我的聲音 你講我的聲音 大家能夠對話 然後產生一個多元的價值 多元的認同 在生物學上面這也是最穩定的結構 全部都是單一物種化 很容易就會絕種的 那如果說生物多樣性非常足夠的話 那個那個生物是很穩定的 沒錯 對對對 但是也像你之前 不管是你個人 或者是說你覺得同世代 很多人在稍早更早之前 其實是不關心政治的 種種的因素之下 會覺得這個社會怎麼樣的變化 其實我是無奈的 我是被迫接受的 我只能在背後罵 不見得會起而行 但是現在大家開始有這樣的認知了 你會不會希望 我們從學校教育開始 也許這方面的一些認知 就能夠再更更清楚 更明確一點 當知道該爭取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等到長大了 某一件事情 例如說紅仲秋安 一條性命的 我們才突然被觸動了 才願意站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重要 事實上我們從小教導 教了公民教育 他大概就講說 不能紅燈右轉 然後不能怎樣 你要上課守秩序 然後背很多數字 說你幾歲有投票權 你記得嗎 公民與道德 對 你在背這些東西 然後但是事實上 而事實上整個公民社會 最重的是思辨 而不是follow order 不是在 不是在守 守法守秩序 這件上面 上面 所以所以我們只只教到 你要守法守秩序 但是卻沒有告訴 我們應該要去如何思辨 反思這個社會 這是公民教育裡面最缺乏的 現在又有很多公民老師 在做這樣的翻轉教育 我們也期待他們能夠真正做出一些時機 大家都好期待 因為這樣的確會讓我們整個社會 我們的生活 我們切實就感受到不一樣了 街頭運動雖然是動態的 但是背後就像六零醫師講的 有很多很多的思辨 而且要不斷的思辨 今天晚上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晚安 請訂閱